网球致远 从小培养孩子对运动的爱好是非常重要的 投掷不仅能锻炼孩子双臂及肩部肌肉 促进孩子上肢力量的发展 提高孩子的身体协调性、灵巧性、距离感 提高手眼协调能力以及身体柔韧性 还能在练习投掷的过程中提高投掷精准度 培养自信心、获得感、成就感 我们需要准备网球、卷尺和长20米、宽6米的区域 幼儿将身体面向投掷方向 两脚前后分开 前脚尖顶线 单手持球,举过头顶 将球从肩上方尽力向前抛出 记录方法 如果球的落点在横线上 则记录该线所标示的数值 如果球的落点在两条横线之间 则记录靠近投掷线的横线所标示的数值 如果球的落点已超出20米长的测试场地 可用卷尺丈量实际距离 如果球的落点超出6米宽的场地 受试者要重新投掷 注意事项 一、观察受试者的脚尖是否顶住起始线 二、观察并记录好球落地点的位置 预备开始 啊哦,人高了 没事,我们再来一次 打中了,但是力气要再大一点 我也来试一试 中了中了,我太棒了 中了,我太棒了 我太棒了 我太棒了 那把一堆本 东宽 将脚面 sell 横角捐开与尖同款里 手放到耳朵边 硬直手提上目标 哦 你可 你可 小姐姐 我先一步 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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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三個 我看你什麼 嗯 再見 這樣 再一次 媽媽 走路 走路 有什麼 快快走路 快走路